士太奇應該是做老闆娘 集中做她的時裝生意 而且她做得這麼好 衣服這麼漂亮 她不再唱歌了 我猜 然後就開始有風聲 她好像簽回華納 你有沒有有一刻想過 不如集中做時裝生意 當然絕對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很貪心 我覺得電影、音樂、時裝三意 我真的很喜歡做三 時裝生意 三的生意 對 就是三意 三生兩意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我追求的夢想 但因為我個人是 完美主義者 我經常覺得如果那件事 我自己跟不上我不做 例如很多人漏我開畫展 我知道我沒有時間去畫 我就不做 離開了上間公司之後 我覺得我學會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開始做自己的服裝品牌 我覺得如果真的做的話 我不想做到半桶水 可能有很多人說 你是藝人 你做服裝品牌 其實做一件T、衛衣、簡單CAT帽 就賣得最快、最賺錢很簡單 我剛才也跟姐姐說 其實我每一次開會都開十個小時 開十個小時是開那幾個款的 可能每個款都要來回來回 改版再做、改版再做 佔有我很多個十個小時 我覺得第一 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第一要做到最好 第二的一年裡 就學會了 除了做我自己建立自己的服裝品牌 其實都有去拍戲 在其他地方 所以在歌曲方面 空了一年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浪費 因為你鞏固了那件事 你先學會那件事 然後你才可以做其他 如果不是所有東西都半桶水 在那一年裡 其實都有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所以自己 不只是服裝品牌 你自己都會接工作 所以在那一年裡 就會懂得自己談生意 變成是 學會多很多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成長是非常好 因為以前 純粹是一個藝術家 就會覺得 這件事不適合我 我不想做 但當你會理好生意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爸爸媽媽 你去不去接那單生意 或者你去不去煮那個菜 給小朋友吃 他會覺得難吃 但你有很多原因去接不接 或者煮不煮那個菜 因為對他有健康 因為那件事不會影響他的健康 所以變成成熟了 現在無論是選歌 做不做一個工作 或者那首歌應該是怎樣去做 或者MV怎樣去做 其實那個衡量性都跟以前很不一樣 但當我長大了 就是回到梁家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計算數 即計算那個預算 或者那件事不要說錢 即那件事計算時間 其實計算數 不一定是關於錢 其實都是一個藝術 你怎樣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 那件事是要出的了 做到最漂亮 或者在預算上做到最漂亮 或者你想找某些人去做 但那個人沒有空 那你怎樣 即那個計算其實都是一個藝術 但以前只會看藝術那方面 或者是任性一點的 當然是 但那個任性一點有任性一點的好玩 但我覺得現在 因為我經常是 我都是一個很享受成長的人 即我覺得其實 當你的智慧越高的時候 你對著所有 以前你都會對的困境 你會覺得是 一個挑戰一個樂趣 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 談所有事情 會 反而creative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你接受的能力多一點 這樣 覺得接受能力多了 像石磚一樣 在電視球上 和拍攝 對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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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